美国对中国大概有2500亿美金的产品 在进行关税战 但是最新有增加180亿美金 这是新增加的 这个才是重点 你来看一下 今天台股跌了300点 开始涨的股票 我告诉你 都跟最新的中美关税贸易战 有关 刚才我们讲到显卡 当然基优股最厉害的转单应该是华琴 但是股价因为200多块 大家不要怕 今天是印太这种二十几块涨停板 那他们在台湾有工厂 但真正工厂规模从大陆有迁回台湾了 是乘起迁回那个土城 而且他居然他的母公是大陆的七彩虹 我告诉你 全球前十大的显卡 三家是我们华硕 技嘉维新 另外七家 不是中国就香港 是 所以转单的部分 可能会在这种低价 在外 但是宏基就不利 宏基 那个所有的电脑的零组件 都涨价了以后 他假如把NB涨价以后 销售一定不好 虽然他有AIPC 对 其实你看2353的宏基已经预告 到底能不能蓄力转价 对 他最近有点大涨之后 也快速拉回 这个要小心 再给我告诉你 真正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世界先进可能有这个高股息 高股息ETF的成功股 但是他是成熟制成 他跟AI跟Computex 没有什么观念 是 连续两天大涨 联电 联电今天只有跌一毛 这个说明什么 那个成熟制成的话 因为他中国的半导体被加征关税 成熟制成要转过来 可能未来几个月会转到联电了 所以联电可能会比台积电强 还有注意一下货柜三雄 你有没有发现 叠三本叠 长龙 阳明 万海 今天全部都收红 你看那个分室的走势 长龙 阳明 万海 全部都收红 为什么这些产品要抢在 8月1号出货 要用什么 要用货柜 所以今天这个已经提供答案了 我是一路以来一直说 AI是要到靠Computex 靠那个巨头来 可是我最近发现一个 很好笑的现象 我在做田野调查 打开电视 我发现有人这个之前唱衰的 520之后要大反转 AI要大反转的 现在开始讲AI 看多了 对 我就会怕 你知道吗 你会怕 对 我要说的一个道理 是说我借用双红 董事长说的一句话 他说现在有很多人在裸泳 我告诉各位 我是不是最早讲机器人了 是 机器人现在很多人在裸泳了 可是现在因为海水浪潮还没退 你还看不出来 那这个浪潮 如果说六月一号到六月四号 这个Computex 华文区没有在说出什么石破天心的 我就以那块来讲的话 很多裸泳的就冒出来了 什么做扫地机器人的 做玩具机器人的 那最近都喷了好几根 那可能就开始要做大修正 可是有一些本质比较好的 没有涨到 我当然今天我的任务 就是有一些余目混珠的 可能真的要小心了 所以我们回来看 所以你放中间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回到个股 对 不管是从公司的基本面 技术面还是筹码面 你看今天 昨天盘是好不好 不好对不对 不好 今天盘是好不好 不好对不对 有一档股票真的很感恩 你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今天涨停板锁住 对不对 他昨天是开空 开盘涨停板 前天开盘涨停板 我们是在五月十六号在这里 对 那天我会记得管理又说 你要快一支黑的平盘以下 一支黑的 五月十六号在哪里 上上个礼拜四 四十几块多的时候在讲 我那时候讲的理由 最近被被被 被那个媒体都拿出来讲 我那时候讲说好奇怪 这家公司好奇怪 他是通募股 他是那个瑞育的那个董事长 他自己放的 瑞育是前三 全世界前三大 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五月十六号 我们的那个YouTube 大家可以去找 都有证据在这里 我说 然后好像说瑞育 全世界前三大IC 他摆着不管 给专业经典给他的子女 他自己去做什么 去做IC通路 IC通路又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做IC通路的公司 为什么要买五十五台 美超为伺服器 对就很奇怪 对不对 我常常很喜欢 从那个董事长公告 就像我当时讲 何春讲陈天仲 对不对 讲很多年轻分析 不知道谁是陈天仲 我一讲 阿冠就知道说 那不是富士康 好 你看结果事后公告出来了 他的GMI Cloud做什么 AI租赁的服务 我是不是说 我那时候有举个例子说 一千万公司 你去买几八百八十万的 伺服器 买好 对不对 我是不是讲过这个道理 结果这两天报纸上在写这个 因为为什么 因为那个政威的关系 这个大家都 结果前年长你买 昨天长你买 今天又长 排不好 为什么 特殊立基 那特殊立基已经长这么多了 其实我在这边讲的时候 你说好像也不是最低点 可是因为他立基够强大 所罗门 我们当时 不要说了 第一天 我还说你可能买不到 对不对 就飙了五天了 我说买不到 我也没叫你八呆 我也挑价能给你转 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道理 你说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他虽然说没有提 因为他嘎空 因为他的券单很多 他强势在等什么 等那个 如果说 黄仁勋出来 没有在说新的东西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就开始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 特殊立基跟地位阶一出现的时候 只要他是在低档 你要敢卡位 我坦白讲 你在这边买索罗门 你也不晓得他会飙这些 我也不晓得他会飙这些 可是我知道在这个地方 他是有肉的 就像比如说我知道 这个立基这么强大 IC通路有的都没有赚钱的都乱涨 我认为说他一定有肉 我不晓得肉有多少 所以说你要 那细微这张股票 我没有在我们节目讲过 可是你看也是一样 因为他是什么 第一家 这都是关键字 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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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家的什么 NVIDIA的ARM架构的BIOS BIOS就是你打开那个伺服器 批器的时候 要把软硬体结合起来 串联就好像纠察队长说 来来来来 那个软硬体站好 这个硬体站好 这个每个人都各司其指 他就要指挥 这个就是BIOS的作用 我来节目 我想用那个白话 来跟大家做形容 你看今天你看得出来大盘不好 好 抖角度手工 对 今天都已经长高 你说我说我当然不会说 这个等拉回 这个等拉回 说的都够狂的 我今天要真的 一档低位界 如果你再不把握上去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说低位界 我觉得是值得把握 来我们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档 我就要跟大家讲 大家知不知道 那个NVIDIA 他这家公司是1996年成立 结果他2000年的时候 他慧眼师英雄 有一家办公室 他那个小办公室 在他公司对面 他现在这家公司搬到内湖来了 他就觉得说这家公司不错 他就把他独家 把他带领起来了 那家公司叫做NVIDIA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一灯市 对 台湾D NVIDIA的独家总带领 台湾D 可是他现在 NVIDIA现在这么大 当然全部 大家全部都抢 因为全力气 他现在已经不是独家 但是当年 他是把NVIDIA挖出来 你看这个新闻 所以还是慧眼师英雄 他独家 削爆了 当年 你看这是2002年 他说三年就大赚四个资本额 那当年他是独家 NVIDIA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那大的通路商 没有人要找他 你知道吗 没有人说什么独家 他是独家就把他带领起来 因为他专门带领起来 真的很有眼光 那现在已经成为NVIDIA 已经成为怎么样 从黑马变成霸王了 他当然就是伯乐 他有没有机会来跟着他 虽然说他已经不知道 你看他代理公司 这个AMD 这个ARM 这个NVIDIA 这个Sony 我不要 最重要是在什么地方 最重要就是说他现在很聪明 你说那个大的那个伺服器 这个东西 每个人都在抢 抢他的带领 抢他的那个什么GPU 其实他NVIDIA 搞不好他还是直接出给 那个所谓的整个机柜 整个机柜 让整个出去 可是NVIDIA的什么 边缘运算 机器人也是边缘运算 是 一个机器人不需要用到 一个机器人不需要用到八百万的晶片 你懂我意思 就是他是用那个 所谓的像JSEN1他比如说这是其中一个就是搭配边缘运算 用在工业 用在机械等等 自动驾驶 这是黄仁勋 你要注意 很可能会自动驾驶 因为他可能在跟研发科 在自动驾驶之外 他说有什么东西要宣布 有什么突破性的 是不是自驾 他讲手机就没有什么突破的 所以好 那你看今天大盘不好 他有没有大 没有 今天他在平盘附近做震荡 收盘的时候还小涨零点五趴 也就是他们有做大盘 为什么 他的位接勾地 你看 这是他的周线 这是周线 你看 这个地方 虽然说这个地方有个小M 但是他其实他还是在多头隔绝 而且W成型 今天突破了这个平台 你看他小量就突破到这个整理平台了 我认 而且他今天是有赚钱的 他今天赚 很多通路股根本没什么赚钱 他是有赚钱 而且股价才在二十几块钱 最近什么 那十几二十几块 从低档 像今天有个大宗 有没有 什么传出一个什么好消息 大宗好久没动了 蹦一个人就起来 所以低档低根冒出来 这是低档低根冒出来 你要好好把握